Larry 短期是否贡用19元有货 请问一下前景如何看 若以901来说近期的势度是反复 本来不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中美货币是中美货币 如果中心内地的生意公司供应给俄罗斯 可能会制裁他们 这就令到过去这股价偏弱的特局 但以自己来说过去几季度出的营物数价是很美的 而且预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论实际的看法不是太负面 而且现在的估值20多倍 不是特别贵 因为本来是一定记住的 但是否叫确认见底 我认为短期是很难说的 虽然我对它看法是OK的 但我觉得短期的价格未必会这么快 是看得太低的 一来近期的价格到近期的低位也好 其实股价也算是大 二来暂时是压着一些均线 还有昨天或过一两天 虽然经常有些反弹 但你连最近的平均线也突破不了 例如10天均也突破不了 这也发现到短期的系统是反弱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货可以争取它 但是看你重不重货 如果你说很重货 因为实际说你有货有货 很高的位置 但我想要看你自己重不重货 如果有很重货 反而日前大概$17.04这些位是关键的 如果真的重货 穿这些位置 我觉得如何都要减减 因为始终这些事犯尽量轻身就会好一点 但如果不是很重货 能够一手或两手 自己承受来仍觉得可以 当然我觉得不妨先持续 因为始终我觉得基本因素上说 其实中心不算一个差异